拉櫻桃 我想睡吧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我想給他最好的 2到12歲是他的人格塑形的黃金型 這段時間我就可以發現 孩子他自己的潛能 我可以順著他的潛能順勢去引導的話 這對我的孩子是最好的 接觸到養也是朋友推薦我去使用的 給我的回饋讓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寫得很寫實又很詳盡 你們家的小朋友動一下就不玩了 他耐心很低然後挫折感很高 那個時候的小朋友大家都忙會做什麼了 已經會拼六塊拼圖了你還不會 媽媽其實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也會很害怕 可是因為App跟我講說 這件事情在你的小朋友上面是OK的 我們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在這邊陪他 有一天你就會發現 蛤他會拼六塊拼圖了 我也沒有教他他就會了 然後其實你會很感動 你選擇用等待然後 就是你看到他會自己玩 他像是一個老師 他不認識你的孩子 可是他就像站在媽媽旁邊看到了你的孩子 然後他不是用所有外面教養的文章去教你帶孩子 他是看到你孩子的特質 然後告訴你他的優點是什麼 他的缺點是什麼 我不用用大聲說就可以達到我想要的結果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媽媽都想要當一個優雅的媽媽 對 每一個媽媽都想要當優雅的媽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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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